可文哲涉潭遭到虛壓 引發民眾黨批評司法追殺 與媒體互相配合偵查 就這麼巧 警察官出身的藍委吳宗憲 4號將以司委會照委身份 陪案前往北檢考察 偵查不公開的作業情況 看看考察主題 寫著媒體與機關辦公處所之隔離 相關應訊者之同行路徑 與上下求車處及維護被告名譽 等因應措施進行檢討 要北檢專題報告就被綠營質疑 明顯配合民眾黨助整柯文哲 媒體採訪的動線 那第二個大概就是求車的通道的部分 怎麼可能在野黨有辦法干預司法 不會去就個案去討論 更何況我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 一次幫柯文哲說 柯文哲是無罪或有罪 吳宗憲澄清不畏個案 只是希望解決長期偵查被公開的問題 但綠委也喊話週一將會缺席 怒批這回考察地方司法機關 不同以往別有用意 台北地方法院我們之前也考察過 是要解決我們基層 司法人員的負擔 而這次仿佛在消費 我們地方的司法偵辦人員 北檢偵辦科案的敏感時期 藍白考察北檢偵查不公開 用意何在外界自有公斷 三訊周圍支持全台北採訪報導 協調 總統 旅行